我何時開始做視頻藝術 應該大約是86年左右 我就發現其實做視頻很開心 就是不需要有整個人在一起 喜歡拍什麼也行 喜歡點剪也行 所以就覺得這個medium很適合自己用 我拍電影開始的時候 我的經驗都是跟拍一些短片式的 然後我開始自己一個人去探索的影片 多數都是比較概念的 Vidiotash是86年左右 我們有幾個朋友一起合作 開一個這樣的組織 最主要就是想每一年組織一些放映 因為我讀放射診斷學 我覺得我的專業和我的作品 其實是真的在一起的 就是video art 是art和science 其實是technology 用在一起的一個medium 因為我做事那裡 其實我一定有很多新的technology 出現過 有CT、MR、PACCT 所以我在另外的video那邊 其實我也經歷了相似的東西 我就不怕試試新東西 AR和VR那些 其實還在一個 叫做narrative的範疇裡面 所以其實我也還在玩 一些 試試一些新的narrative的方法 這是Alan Pau 這是Alan Pau 這是Alan Pau 大家不要問我 為什麼會選擇 你 所以 我們很羨慕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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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的重要是 她是自學的藝術 所以她的習慣 她的習慣 很吸引 很多藝術 她是一輩子 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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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不是 只是 一輩子 她也是 她的知識 這裏就是碼頭角度 63號 就是牛憑藝術尊 整個都是用 100年前的尊 尊 很有歷史價值的 所以她們就 保留了這裏做 歷史建築物 我們Videotouch 大約是2001年 左右搬來這裏 我們偶爾會有展覽 或者是 有workshop Videotouch 那時是 因為是唯一一個 做pomo video 在香港 我們其實那時 都沒有office 二十多年前 只是一班 很熱心的人 去找一些 這樣的program 和叫大家拍照 拍照 我們沒有分明 所以她們都是 很肚炮 在家裏自己做的 八十年代 其實很少 video artist 我們每一年都想做 一個annual screening 但是 找作品 是很辛苦 整天都找不夠 所以有時候 都做不到annual 我們有時候 要做biennual 這裏是游街實驗 我們那個video touch的第一個office 就是游街 就是這個圍欄的那邊 現在剛剛就是 建立了 應該是做一個酒店 整件事很不同 對 在這個office 看出去 就看到東區走廊 那條天橋的路 就令到我有這個靈感 做recycling cinema 這個work 就代表香港第一次 威尼斯商場展的一個作品 性別議題會是其中一個 已經幾長時間 我會有興趣去說的一個議題 因為video其實是一個很女性的 能夠獨立處理影像的一個medium 我叫做Alan Bao 我是一個videoartist